來看台南市的當初有一個 一間環保再生農場 裡面的設備都一顆來的 很久的菜市 花草 還有家都沒有帶農藥 農場的主人是說 他希望帶大家 讓大家來愛好主人 認識主婉 這間用土到空起來的房子 上面大地區便宜 來來外觀 所有的建材 都是跟台主人接來的主館 農場的主人 米亞跟媽媽 用七年的時間 去做這塊環保再生農場 除了昨天的土角處以外 旁邊一間蓋在家裡的房子 建材除了來自農場附近的茶坑 還有學校上課的桌子和椅子 帶小孩來這裡參觀的 還有小學長說 學生來這裡最重要的 就是看人家怎麼變職 把火器物改作 變作成多用品 它這裡基本上就是再生農場 那簡單來說就是 它希望東西可以再利用 就是不會造成浪費 那也可以讓大家懂得珍惜資源 在生農場裡面有自然建材去做的房子 所有的菜市和火草也全補無處農業 農場的主人說 希望透過這種環境 讓人知道要讓主人 頂尚主管的理念 記者總好報道